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青年大街沈阳站的高速口 这两天在网上有一段江苏的大货车司机来咱们沈阳送菜 收到防疫包的视频火了 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条视频真是给我感动完了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沈阳站高速口的防疫包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里面有泡面 矿泉水 还有卤蛋 口罩 还有两片消毒湿巾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疫包 不仅解决了咱们货车司机一顿简单的温饱问题 还给咱们货车司机的个人防护添上了保障 青年大街服务站为来审的客车司机提供了防疫包 防疫包主要是发给货车的市乘人员 同时如果有其他的轿车或者是乘客的有需求的话 我们同时也给他们发发给我们来审的市乘人员提供了一个生活的保障 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5点晚上11点免费为等待检查核酸的滞留人员司机免费发放核饭和矿泉水 做好服务 关键点位在给来审货运进行基础生活保证的同时 沈阳对风控区和管控区的垃圾实行闭环管理 目前沈阳市对风控区管控区内的居民生活垃圾进行了提及收运处理 全程闭环实名管理 在垃圾收集环节采取专人收集两面消杀双层装袋 在垃圾转运环节采取专人专车单独收运方式 指定司机指定运输车辆按照指定的运输路线 严格按照收集点焚烧场两点一线的运输管理 而且在焚烧场这些风控区管控区的居民生活垃圾 也会进行优先的焚烧处理 条件允许的话 高级各防疫包里给你放个沈阳特色 计价 你别扯那些没用的 咱这是生活基础保障 那不是改缠 也不差这几天了 等抗疫彻底胜利 沈阳美食随便吃